ABC为平式边形ABCD这三个顶点求顶点D的坐标 我们可以知道平式边形 AC的终点 会等于B珠的终点 所以我们先设D点的坐标SY 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的方案是 AC的终点 2分之负1加1 以2分之3减5 会等于B珠的终点 4加S 1加Y 那我们分别可以得到 S等于 -4 以及Y 等于 -3 所以B点的坐标是 -4 不是B点 终点的坐标是 -4 -3 -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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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